小米MIX2和一加5T 对比评测 如果要样子的话 应该还是小米MIX2更好 但是从拍摄角度来说 一加5T是压制小米MIX2的 小米MIX2采用了5.99英寸全面屏 以及四曲面陶瓷机身后盒 而刚发布的一加5T 则采用了6.0英寸的奥美类全面屏 作为旗舰机型 小米MIX2和一加5T 都采用了高速度消融835处理器 但是在机身内存方面 小米MIX2只有6GB可选 而一加5T则分别有6GB和8GB两种选择 在后置相机的配置上 小米MIX2采用了1200像素单摄像头配置 F2的零光泽以及四周光约防抖 而一加5T则采用了1600万像素主镜头 2000万像素副镜头 双摄配置 光圈绝为F1.7 这两款全面屏手机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比测试 首先在屏幕上 这两款手机的屏幕大小是极为相近的 所以在显示内容上 基本上没有啥差别 不过由于屏幕材质的差别 小米MIX2和一加5T 在色彩上是有差别的 通过系统的屏幕色彩调节 可进一步适当的调整 在机身背面 一加5T采用的是磨砂质感的金属机身 而小米MIX2采用的是陶瓷机身后盒 质感上肯定是小米MIX2更好了 但是由于加入了陶瓷材质 所以小米MIX2的背面 极易留下指纹和优质 而且没有采用金属机身的一加5T耐摔 完成谢消息